鸿海商船遭到袭击的事件还没有解决 现在又加上武装组织袭击美国的基地 引发了市场对中东石油供应可能中断的担忧 进而触发今天的国际双油价格起起攀升 WTI纽约原油每桶价格一度占上79.29美元 布伦特原油一度占上84.80美元 只是油价后进不足又下滑 除了驻约旦美军基地遭到无人机袭击 胡塞武装导弹击中了一艘英美邮轮 以及俄乌战争导致俄罗斯成品油出口可能下降 都引发了市场对石油供应潜在中断的担忧 不过在市场依然等待 石油输出国组织最先的减产决议之前 国际双油价格后进不足 油升转跌 根据彭博社的实时数据 截至我国时间今天傍晚6点半 WTI纽约原油每桶下跌0.23% 报77.83美元 布伦特原油每桶价格则是下跌0.19% 报83.39美元 布伦特原油每桶下跌0.19%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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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